第588节,1971年8月2日星期一,晚上9点01分 在今晚的课之前,珍和我各自记下了想问的问题 在这章的前头第586节里,塞斯说 到了2075年,第三位基督保罗或扫罗将演出《基督在林》 自然会对宗教与世界产生了一个更深远的影响 珍认为不到一个世纪的一段时间 却包含了这么多的戏剧性转变是太短促了些 他要我问塞斯是否他在传述时曲解了这资料 例如,这人格在何时出生才会有时间带来这么巨大的改变 我们假设有发生了一个扭曲的可能性 我的问题是关于基督存有的三个人格 施洗约翰、基督与保罗之间的关系 在他们之间发生过何种心灵的相互作用 是否以强烈或特殊的方式发生 当他们一天一天地过活时 他们的梦与其他的心灵经验 除了记录下来的例子外 是否经常是不同反响的 所有以下的历史性日期都是十分地概略的 但他们显示了在三个组成基督存有的人的 人世生活之间相重叠的模式 施洗约翰生于公元前八年到四年之间 而死于公元二十六到二十七年 基督生于公元前八年到五年 而死于公元二十九到三十年 塔瑟斯的保罗生于公元五到十年 而死于公元六十七到六十八年 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是基督的母亲玛利亚的表姐 公元二十六到二十七年 约翰在基督开始其传教工作时给他施洗 他十年约三十 当时约翰也很积极地从事他自己的传教工作 常称他自己为一个更高贵更强的人之先锋 在他给基督施洗后不久 被黑洛德·安提帕斯囚禁在四海附近的玛加罗斯堡 基督与保罗是否曾碰过面还不能确定 在基督死了几年后 保罗皈依依了 在那之前他曾是一个狂热的迫害基督徒的人 约翰与保罗也不像是曾见过面 按照历史记载 基督存有的所有三个人都遭到横死 彭提亚斯拉多下令在耶路撒冷附近 把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 西律下令砍了约翰的头 而保罗则在尼禄治下的罗马附近被砍头 灵结的讯息的读者曾请塞斯详细说明 在那本书第十八章《神的观念》中所给的三位基督的资料 有些人想知道是否三位基督中之一可能曾是正义教师 这个人物早在公元后一世纪曾是犹地亚狂热派的领袖 在基督教诞生时曾有四种知名的犹太教派在那盛行 其他的问题是基督关乎本人的各种不同的名称 正和我保存了这些问题 现在我们在课前看了一遍 在课开始时真的步调比平时要慢很多 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一个宗教剧可能终于俘虏出来作为外在的代表 但也有许多次要的戏剧投射 没有全然被采用 自然这些代表了可能的事件 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取代那实际的外在戏剧 在基督的时代有许多这种演出 因为许多人感到内在实相的力量而对之反应 换言之 有可能的基督以你们的说法在那时生活着 为了几个我不欲在此深入的理由 这些投射没能足够忠实地反映内在事件 不过在大致相同的地区里 有二十来人对内在的心灵气候反应 而亲身感受到做宗教英雄的吸引力与责任 它们中有些太被那时期的痛苦与热忱所感染 羁绊而未能超越它 那些文化利用了它们 它们无法利用各种文化作为新概念的发射台 反而失落在那时的历史里 有些追随着基督所用的同样模式 继续表演灵迹与治疗 也有一群群的信徒 但却无法维持住那必不可少的 心灵注意力的强而有力的焦点 所谓的正义之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但他过分狂热的天性妨碍了他 他的死板阻止了任何真正伟大的宗教性释放 所必须的自发性 他反而跌入了乡土主义的陷阱 如果他扮演好了那个可能的角色 他可以有助于保罗 他是基督存有里的保罗部分的一个可能人格 这些人天生就了解他们在这场戏中的角色 以及他们在一切万有内的地位 他们全都是极有眼通与心电感应的能力 能看到幻象及听到声音 他们在梦中有所接触 保罗有意识地记得许多个这种梦 直到他感到被基督追逼为止 就因为一连串重复的梦 保罗才迫害基督徒 他觉得基督是在他睡觉时追逐他的一种魔鬼 可是在一个无意识的层面 他明白这些梦的意义 而他的皈依 当然只是一个追随内在经验的具体事件而已 施洗约翰 基督与保罗都在梦境里相连 在基督尚未出生之前 约翰早已觉知基督的存在 因为他特殊的责任 保罗需要最强的自我中心的力量 为此之故 他对他的角色远较少有意识上的觉察 自然这内在知识 在实际的皈依经验里爆发出来 这资料是为了回答你们的问题 现在来回答鲁伯的问题 那诞生将在我所给的时间发生 在所给的时间内 公元2075年发生 其他的改变大致发生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 但其结果早在那时以前就显示出来了 因为你们所谓的未来的可塑性 那个日期不能被认为是确定的 不过所有的可能性都指向他的方向 因为内在的原动力已在形成这些事件 为了好奇之故 你能说出正义的教师是如何死的吗 这是来信的人所问的一个问题 我所给的名字是正确的 虽然他本身是个义名 在一次战斗里 他把一个山洞当避难所 他与一小群人在那儿 被另一派的人所杀 杀人者带走了他们在那儿找到的某些文稿 但他们没找到其他的 而这些尚未出途 那最后的避难所靠近大马士革 有一段时间 正义之主试着隐藏在那城里 可是他的身份被发现了 他和一队人逃到大马士革 与小得多的一个临阵之间的山洞里 有一阵子那山洞曾被用作堡垒 他们在那儿被斩首 为那些有兴趣的人加一个小柱 狂热派也分成两个重要团体 其一终于由另一主要团体中分裂出来 将来会找到的其他的文件 将会澄清有关历史时代的几件重要的事 保罗一生中有个短时期 参加了一个狂热派团体 这是人所不知的 他没被记录下来 事实上有一个时期 作为狂热派的一员 他过着双重生活 不过他转而激烈地反对他们 就是他后来转而反对罗马人 而加入基督徒 在他皈依之前 他知道他有个目的与任务 而以他生命的所有热情 他把自己投入 他以为他找到了的 不管什么答案 鼻子 余子 瘋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